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終於要進入三之一的最後一個小節 關於天體運行的規律 那我們會俗稱赫普勒定律 什麼是天體運行的規律呢 比如說各位知不知道月亮隔多久會有一次的滿月 大約是29.54天 或者像太陽 太陽隔多久會回到天空中一樣的位置 不是24小時喔 是365.25天 那這些就是心體運動的規律 那像這種規律我們去觀察它有什麼用呢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想要發射人造衛星 那想要讓這個人造衛星呢 每天通過我的頭頂兩次 那我要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 我其實就需要知道人造衛星繞地球的規律 就像是月球繞地球的規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希望跟各位介紹 這個行星運動的規律是怎麼被發現 以及它的內容 那在1600年17世紀左右呢 丹麥的天文學家蒂古 他留下了許多的觀測的數據 準確的觀測數據 而他的助手克普勒把那些數據整理 從中發現 同整發現了一些行星運動的規律 首先第一個規律是關於 行星繞太陽的軌道 是橢圓形還是圓形 哪一個比較有可能 古希臘的學者認為說 天體是完美永恆不變 所以他的軌道也應該是完美的圓 但克普勒他發現不是 其實是橢圓 橢圓就是長這樣 扁扁的圓對不對 扁扁的圓 那行星如果在這邊 他是繞一個橢圓的軌道運行 但是焦點 太陽不是在正中間 太陽是在焦點位置 橢圓有所謂的焦點 焦點各位比較熟悉的就是 凸透鏡、凹透鏡、拋物面鏡 平行光入射、拋物面鏡 會匯聚於焦點 那橢圓他其實有兩個焦點 橢圓的焦點性質是 如果光線從一個焦點射出 經過這個橢圓如果是一個鏡子 他反射之後一定會通過另外一個焦點 這個就是 橢圓的性質 科普的第一定律就是 行星繞太陽做橢圓軌道運行 而且 太陽在焦點的位置 就是Cabular's Third Law 那既然行星是繞橢圓 各位覺得 他繞行的速率 是等速率還是變速率 古希亞的學者因為覺得天體是永恆不變 所以連速率都不會變 但是 克普樂就發現其實是會變的 他是變速率的 一樣我們先畫個太陽 在焦點的位置 那行星如果是 正在A的位置 然後往B的位置去前進 那各位猜猜看 從A到B 這個過程中 行星他會加速還是減速 我們可以借用我們第二張 曾經提過的萬有引力 定律 來做一個推理 行星和太陽之間呢 有萬有引力 那在A點這裡 他一瞬間的速度方向 是沿著切線的方向 那這個是一個銳角 那就有點像你拉行李箱 行李箱往前的時候 你的力量也有點往前 那這個力量和速度是夾銳角 這時候行李箱應該會變快還是變慢 應該是會變快 應該會變快 所以 A到B 其實他的速率是上升的 好那 聰明的同學 請問 如果今天是 C到珠 C到珠 那這個過程中 會變快還變慢 C在C點 也跟太陽之間 有萬有引力 可是這一次呢 C這裡的速度方向呢 跟力量是夾 頓角 那就像是 小狗要往前衝 那你不要讓小狗往前衝 你的力量 就要 斜斜的 往後拉 拉回來 那這時候你的力 和速度 就是夾一個頓角 他應該會減慢 他應該會讓他減速 所以 C到珠 是減速的 那聰明的同學 能不能看得出來 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 有兩個點 分別是最快的和最慢的 速率最快速率最慢 你看從A 然後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到B 然後到C 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到珠 然後A這裡又越來越快到B 所以是不是這一點應該是最快 對不對 這一點剛好就是 離太陽最近的點 叫做近日點 近日點 近日點有最快的速度 Vmax 那各位一定可以舉一反三 遠日點就是速率怎麼樣 速率最慢 遠日點有最慢的速率 Vmin 好那其實這個是我們用萬有引力去推論的 但實際上天上的星星真的是如我們所推理的嗎 科普勒觀察到的確是 他從地骨的數據歸納出來的結果 的確是這樣 但是要強調的是 在科普勒的時代 牛頓還沒有出身 所以也不會有萬有引力的概念 當時科普勒不是這樣子推理的 他是用地骨留給他的數據去歸納出來的 去找出規律 他不是用這種理論去演繹的 當時科普勒的敘述是類似這樣 他說 如果 時間 租到A 等於時間 B到C 則 面積 S租A A 就會等於面積SBC 怎麼意思呢 如果今天這是地球 在珠點的時候是7月 然後在A點的時候是10月 然後在B點的時候是1月 在C點的時候是4月 都是3個月 都是3個月 7到10 1到4 那麼 太陽位置稱為S S Z A 這一塊 面積 就會等於S BC 這塊面積 有點像是一個橢圓形的蛋糕 蛋糕上面鋪有一層奶油 然後呢 我們用一個長長的刮刀 這樣子把奶油這樣刮過去 刮過去 然後 S珠這一段刮刀刮過去所 刮掉的奶油會跟SB這一段短短的刮刀 刮掉的奶油一樣多 那麼 條件是 只要是你刮的時間一樣 只要是你刮的時間一樣 那你刮掉的奶油就會一樣多 那麼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從珠到A 它是 速率比較慢 所以 可是經過同樣的時間的話 它應該就走得比較短 那 但是呢 從S珠這一段刮刀是比較長的 所以是用長刮刀去刮短的距離 那 從B到C這裡是比較近日點 它速率比較快 但是 但是同樣都是三個月 所以它用比較快的速度走比較遠 用比較快的速度走比較遠 但是它的刮刀是比較小的 所以 刮過去 結果 跟用長的刮刀刮過去的結果是 一樣 一樣多的奶油 這樣子 這就是 克普勒第二行星運動定律 用長長的刮刀 但是刮比較短的距離 還有用短短的刮刀 刮比較長的距離 那刮出來的面積會一樣 只要你刮的時間是一樣的 那面積就會一樣 還有第三個定律喔 第三個定律比較不好發現 前兩個定律在1605年提出來 第三個定律要等9年之後 那我們直接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些數據 那從數據裡面 我們來感受一下 第三定律 地球火星 然後 木星 土星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它的公轉時間 和距離太陽的遠近的關聯 地球的公轉週期 就是繞太陽一圈的時間 就是一年 火星是1.88年 木星是11.9年 輔星是29.5年 然後呢 它們和太陽之間的距離 我們用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平均軌道半徑 什麼叫做平均軌道半徑呢 因為我們的行星它是繞橢圓的軌道 所以有時候離太陽很遠 有時候又離太陽比較近 那你要表達它的距離太陽的遠近 就不好表達 我們的表達方式是 就是把近日距 R minimum 再加上遠日距 R maximum 再切一半 除以2 再切一半 這個小R 就是平均軌道半徑 它剛好就是近日距 加遠日距 再去除以2 平均軌道半徑就是小R 而週期呢 代號是大T 地球的 到太陽的平均軌道半徑 我們設為1 火星的是1.52倍 木星的是5.20倍 土星的話則是9.58倍 那週期和軌道半徑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像克普勒當時觀察地古留下來的數據一樣 請問各位 這個軌道半徑越大 週期就怎麼樣 就越久 你看 土星它距離太陽比較遠 它繞一圈的時間 竟然要29.5年 各位出生到現在 土星才繞半圈 多一點點 那首先我們知道 軌道半徑越大 週期越大 對不對 那 他們之間還有沒有更深刻的數學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周期它增加的比較快 1 1.88 11.9 29.5 它變29.5的時候 軌道半徑才變成 9.58 它增加比較慢 那我們把軌道半徑把它做平方看看 看看會不會可以追得上週期的變化 1的平方還是1 1.52平方是2.31 5.2的平方27.0 9.58的平方91.8 哇這一次好像衝太快了 平方之後反而變成 反而跳太快 剛剛是追不上週期的變化 現在是衝太快了 週期的變化還比不上R平方的變化 那既然一次方的是追不上 二次方的是衝太快 那我們來個1.5次方 1.5次方 各位手邊的有計算機 幫老師算算看 1.52的1.5次方是多少 是1.87 5.2的1.5次方 是11.9 9.58的1.5次方 是29.7 這一次你就會發現數字好接近了 29.7 29.5 11.9 11.9 1.87 1.88 非常的接近 科普勒他也有發現這一點 他就發現說 週期 軌道半徑的1.5次方比上週期 就會是一個定值 對於這幾個行星來說 就會是一個定值 你看 1比1 1.87比1.88 也是很接近1 11.9比11.9 29.7比29.5 也是很接近1 那 不一定都是1 是因為今天我們這邊是用年 剛好是一年 而且以地球為1 那如果是 這邊改365天 那你的分母這裡 就不會是1分之1 而是365分之1 對不對 好 不過重要的就是說 這幾顆行星 它的 軌道半徑1.5次方 比上週期 就會是定值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把它 寫漂亮一點 寫成R的3次方 除以T平方 會等於定值 定值K 這樣子 這個就是克普勒第三行星運動定律 在圖形上的話 它有點像是這樣子 這個是火星 這個是地球 火星有它的平均軌道半徑 以及火星本身的週期 地球也有它的 平均軌道半徑 以及地球自己的週期 那火星的 軌道半徑的三次方 比上火星週期的平方 就會等於地球的軌道半徑三次方 就會等於地球的軌道半徑三次方 比上地球的週期平方 這個就是克普勒第三行星運動定律 Helpless Third Law 那這個行星運動定律呢 這三個行星運動定律 在68年之後 啟發了牛頓 發現萬有引力定律 而牛頓用萬有引力 可以解釋第二定律 也可以解釋第三定律 和第一定律 那既然它可以用萬有引力來解釋 就代表說萬有引力就是這一些現象的原因 那不是只有太陽和地球之間有萬有引力啊 地球和月球之間也是有萬有引力 那地球 月球到地球的運動 其實也是行星的運動 也是那個星體之間靠萬有引力來運行 所以其實也會符合這樣的關係式 也會符合這樣的關係式 甚至呢 繞地球的人造衛星也會符合這樣的關係式 所以你可以寫出這樣的關係 月球的軌道半徑三次方 比上月球周期的平方 就會等於人造衛星的軌道半徑三次方 比上人造衛星的周期平方 所以牛頓它其實是把這個克服的定律推廣到 只要是萬有引力來造成這個行星運轉的情況 都適用 而不是只能用在繞太陽而已 但是要注意的是這兩個不相等 月球的這個筆值跟地球的這個筆值不相等 原因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參考這張圖 好 那今天同學我們就跟各位介紹了行星運動的規律 一開始我們只是看星星 不知道找這些規律有什麼用 沒想到最後可以啟發人類 牛頓它想到萬有引力 然後甚至把它應用到人造衛星上面 今天我們又應用到人造衛星上 謝謝大家